哈囉大家好,我是MuTV的第二月 聖誕快樂 今天我要來當聖誕的巡弱 送禮物給你們 這是一個交換禮物的影片 我不會介紹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跟我交換禮物覺得還好的話 那你就可以暫時先跳過這支影片 今天我想要拍這支片呢 是因為我想要回饋各位爆米花們 今年以來的支持 所以呢我挑了一些 我覺得還不錯的禮物 然後想了一個企劃 想跟你們一起玩 讓大家都可以有一起過聖誕節的感覺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我總共準備了6樣的聖誕禮物 那我邀請看影片的大家跟我交換 在影片的下面呢 會有一個Google的表單 有6個選項 你只要選你想換的是哪一個 之後呢 在12月18號的晚上呢 我就會公佈名單 然後會打電話給所有的得獎人 你們就可以獲得我在這支影片所準備的禮物 那也請所有抽到我的準備禮物的朋友們呢 也寄個禮物給我 但是呢你們寄給我的禮物呢 有誠意就好 不然也可以是一張卡片或是什麼都可以 不用像我一樣特別去找一個東西來寄給我 我覺得任何你們想送給我的東西 甚至是一張卡片或一張畫或任何形式 你想表達對我的感覺 或是看我的影片的感想 或是對我的知識 我覺得任何我都很歡迎 我拍這支影片不是為了要獲得什麼東西 我只是想回饋給你們 寄一些我覺得還不錯的東西給你們 讓大家都可以過聖誕節 好的 接下來呢就是今天我所準備的禮物啦 因為我很喜歡看家具 然後最近也抱著新家 所以在挑一些適合佈置家裡的東西 然後我就挑了一些 也許大家可以放在家裡面 可以稍微裝飾你的房間 你的客廳 你的房子 然後讓你有一些聖誕氣氛的感覺的東西 第一樣禮物呢是這個 登登 露頭 因為露算是一個我蠻有代表性的一個icon 所以我就選了它 那這個呢我覺得整個也蠻有質感 還有一些重量感 然後呢它可以釘在牆壁上 這邊可以釘 然後你就可以拿來掛衣服 或掛包包 甚至把它當作一個單純的裝飾 我覺得其實都是ok的 因為我自己本人呢 外套跟衣服非常的多 怎麼樣都不夠地方掛 然後我特別不喜歡把它掛在椅背上 你也可以讓它亮浴巾好不好 我覺得都是蠻實用的 希望可以陪伴你們 這就是我的一號禮物 二號禮物是什麼呢 是這一組 其實我之前挑了時鐘 但挑了時鐘之後 我發現 不能只站這種時鐘 那會變送中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呢它們兩個是一組 就是米露的聖誕套組 先說這個時鐘 我挑它就是因為蠻美的 我其實覺得越亮越糗 是個很迷人的東西 就是它整個形狀 還有它的怎麼講 白色跟黑色的那個 分布的那個比例 就看著看著它 我就會覺得很浪漫 嗯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你可以把它掛在牆上 其實蠻好看 也可以變成一個 IG網美裝飾的東西 好不好 給我挑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希望我可以像時鐘一樣 陪伴著你 看到時鐘就想要蘑菇 然後記得去看米露的影片 然後再來呢 是一個小黑板 那這個黑板呢 大家可能覺得 餐廳比較適合用這個東西 但其實不會 我覺得如果你把它放在房間 或是書桌上 放在客廳 你可以用它來提醒你一些 今天的行程 或是有一些備忘的事項 親人朋友的生日 等等 或是你可以寫一些 鼓勵自己的話在上面 我覺得都是蠻好 我喜歡手寫的溫度啦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可以放在家裡面 這是我的二號禮物 就是這樣的一個套 再來第三樣東西 這個我其實蠻喜歡的 有點想把它自己留下來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燈飾 我以前其實不懂就是所謂的 家裡的氣氛 就是需要靠很多燈光來營造 像現在後面這個布景有沒有 上面其實是軌道燈 旁邊還有一個亮的吊燈 所以呢 我覺得有時候啊 你可以把這光燈關掉 甚至這個可以放在床頭 你要睡的時候 或是在房間的時候 你開個小燈 其實整個房間的氣氛 都會變得很好 這是我跟阿源拍照的秘訣 好不好 有一盞燈點亮 好不好 點亮你的每一天 點亮你的生活 這個是三號禮物啊 這我真的蠻想自己收起來 希望你們喜歡 四號禮物是什麼呢 我有準備了一件衣服 但那件衣服呢 很不幸的 現在還沒有到貨 還沒有來 但是你知道 迷路跳的衣服 他絕對是有sense的 畢竟我拍了那麼多的穿搭影片 那這款呢 我會挑一個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穿的 那他就先不在這支影片裡面曝光 算是給大家一個小小的驚喜 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呢 一定是韓式的風格 男生女生都可以的 free size的東西 我覺得你們可以考慮看看 還不錯 還不錯 好不好 下一個五號禮物呢 是這個人所準備的 因為我今天說為什麼找你 因為我知道很多看我的影片的人呢 其實都是女生 然後也很喜歡 同時喜歡我們兩個的影片 所以我想請你準備一份 可能比較適合女生的東西 我跟你說 從你剛才準備的第一份 到目前為止介紹的 絕對不會有比這個禮物更適合女生 因為他全部裡面的東西 絕對都是女生用得到的 而且我必須說 這些東西你每天用到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迷路阿園 好棒喔 但是呢 你知道玩所有的遊戲 它背後都有一個畢生 當你看這個覺得 哇 只有這個值得適合女生用 就所有的人都在選這個的話 你就抽不到 喔對 所以我跟你們說 因為我去年也有跟粉絲玩過 這種交換禮物的遊戲 然後呢 就每個人 大家都選同一個數字的那個號碼 對 然後就變成說 其實如果你相對的 你去選那一些 就是比較少人選的 你的重獎 你自己一定會比較容易 大家自己考慮一下 齁 對對對 你有給大家看裡面是什麼嗎 還是沒有 就這樣好了 呃 不要給大家看 提示一個啦 它就是一個 好好提示一個 來來來來 我來拿 提示一個 Mac的 唇膏 唇釉 唇釉釉 全新味使用哦 打給大家看一下 欸 怎麼突然變成一個美妝影片的感覺 它好香喔 它的巧克力味道有沒有 超香的 對 誘惑巧克力 好 這是其中一樣的東西 謝謝阿緣 贊助本影片一袋礼物 好的 那最後一號禮物 六號禮物就是 我想準備一個特別的東西給你們 但是我想不到要準備什麼才好 所以這個六號就是 你們抽中的人可以命令我做一件事情 不是那種命令 可能是拍一支影片給你 祝你生日快樂啊 或是我唱一首歌給你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其他的需求 我可以透過鏡頭或者錄音錄影 可以做到的我都可以完成它 那詳細的內容就是 你可以在抽中獎之後再跟我溝通 我看行不行 喔不OK 這樣一個完全客製化的禮物 這樣好不好 這個會不會 不用每人選 我就很尷尬了 好不管一到六號的得獎者 除了你今天在影片裡面看到的禮物之外 我也會每一位都寫一封 我手寫的卡片給你們 那就謝謝大家 今年對米露DearDear這個頻道的支持 今年真的是充滿著很多驚喜 跟很多的快樂的一年 拍了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因為這些影片呢 就認識了大家 認識爆米花們 然後有很多的觀眾 不管是舊的朋友 新的朋友 當你們在影片中 看完影片留言 或是跟手播 或是在IG上面跟我聊天 傳訊息 其實我都非常感謝大家 因為有時候自己拍影片 真的是覺得自己很像邊緣人 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人看 或是拍這些影片 有沒有對大家的生活造成一點點幫助 或讓大家知道一些好吃的東西 去韓國的時候去到更多好玩的地方 但是就因為有你們的回饋 我才會有繼續有更多的動力 可以繼續拍更多的更好的影片 給大家看 那這也就是拍我拍這支影片的原因啦 好影片看完了之後呢 記得去下面的表單 挑選你們想要報名抽取的禮物 每一個選項都只有一位得獎者 所以這整支影片總共有六個得獎者 那就請得獎者呢 在我公佈名單之後呢 你們也速速的 把你們的禮物或回饋的東西 寄回來給我 我會通知你們收件的地址 寄到我的工資 寄到CAPSO 寄來給我之後呢 我會盡量在12月24號之前呢 也開箱爆米花們 送我回饋給我的禮物 或是任何形式的東西 會長什麼樣子 完全就憑大家的良心啦 好不好 是好是壞 我都接受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祝大家聖誕快樂 謝謝今天的支持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Follow米露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了啦 掰掰 你等一下你先按暫停啦 那個我影片長度不夠長 我要補1分34秒 所以我們來聊一下我們過往的聖誕節在幹嘛 水桃 快點 快點 過往聖誕節 對你印象最深刻 我們聖誕節有在幹嘛 第一年 我跟你講啦 第一年第二年 其實都很假掰 印象去吃什麼大餐啊 可是因為我的生日剛好 跟聖誕節是差四天 所以就一起過 對對對對對 我跟你講我歷任 我們通常都一起過 我歷任 歷任 歷任 鬼滅之任 我歷任男友 每個都是這樣子 生日跟聖誕節就跟我說什麼一起過 對我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不然 我覺得很賭耶 不然跟你在一起人 12月都要花很多錢 我跟你講這 你就跟暑假寒假生日的人一樣 我啊 我過年生日啊 我過年生日啊 你知道跟爸爸媽媽一起過沒差啊 有差啊 我都沒有 享受到那個在學校裡面可以請大家吃到 你開學再去送大家乖乖桶就好了 不一樣那有過跟沒過一樣 喔好 欸有一分鐘了耶 欸不行還有30秒 欸不行還有30秒 喔怎樣 因為他原來生日是12月21 對 然後就要過聖誕節 又要跨年 那兩禮拜就超窮 生日禮 生日禮 欸啊我生日餐 我到底是吃牛排了呢 那是聖誕餐 我先看一下米露 就是下禮拜的誠意 我再決定 你的生日餐我要怎麼準備 喔那你生日最想收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跟你講啦 我要買什麼都自己買就好了 那你要什麼 我平常這樣好好的對待你 就是最好的禮物啦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樣 還是要有點不一樣的東西 但我坦白講我什麼都不缺 欸我已經給你了 什麼 禮物啊 什麼 酷幹 沒有酷幹但是聖誕節禮物 喔 誰會送酷幹當作女朋友的生日禮物啊 好啦好啦好啦 夠了時間夠了 來 越聊越不好拜 影片的最後呢 感謝米露家居 剛剛的吊飾啊燈啊 還有黑板等等的 都是由他們所提供的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很巧的 就叫米露好不好